各位旗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天元围棋的赛事直播 我是王瑞 今天我们是邀请到了王浩阳老师 来到演播室 和我们一起来关注首届弯曲杯 中国围棋大骑士赛的32强战 浩阳您好 王老师好 观众朋友们下午好 那么昨天我们是关注了 大骑士赛32强的上半区 今天是进行的是下半区 那同样的下半区也是 云集了很多的世界冠军的 这样的一个顶尖棋手 我们今天也是要介绍两盘棋 那么首先这盘棋是 姜维杰对唐伟星 那么这两位也是两位世界冠军 对吧 是的 所以也是我们的观众投票 选出来的 这样的一个精彩对局 那么进入棋局之前 我们也先到现场去看一下 比赛今天依然是在中国棋院 洛子的 和昨天一样 这个如果两位棋手呢 都在同一个赛地 那么就去采用这个面棋 这唐伟星就断 他们二位应该 是老对手了 我觉得 因为这个年龄也相近 都是90后 并且呢这个成绩啊 也都比较接近 所以他们之间 好像交手的这个回合 是比较多的 这是党一飞 那我们看到在这个 对着电脑的呢 就说明他们对手呢 应该是没有在同一个城市 因为我们的现在 棋手主要训练的地方 一个是在北京 一个是在杭州 那么在杭州也会有这样一个 类似这样的赛场啊 这是李玄豪 李玄豪这口罩是不是特制的 对这是定制的口罩 这个是中国维系协会 定那个特制的 这样的 好的 因为今天两盘棋呢 我们这个 相信各位观众也是很关注 这个棋局内容 我们先进入棋局啊 然后一边摆棋 一边和大家聊 这盘棋是姜维杰的黑棋 然后唐卫星 是三三 三三 小木 小木 小木三三 那个开局还是很有意思 这个棋 在我印象里 上一盘讲解 唐卫星的棋的时候 上次是看他那个 在深圳序的这个比赛 春蓝杯吗 春蓝杯的 对 然后那个是下了一盘 这个小木三三 小木三三 对 那是他比较偏爱 这样的一个开局 是不是 可能是 其实可能这个开局来说 就是说 避免了AIA的很多的一个东西 最直观的避免了点三三 对对对 还是有意的 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个歌曲 对 因为唐卫星这位棋手呢 也是他的特点比较鲜明 是吧 很有个性的棋手 对 所以他应该说很有自己的东西 很有自己的东西 对 就是在他擅长的领域上的话 的确是非常强 是 大家都说他是一个大心脏 是吧 就越到重要的比赛 他发挥的越出色 是 那么他的对手 今天姜维杰呢 姜维杰应该是90后当中 第一位拿世界冠军的 就开启了一个 应该说带领90后 叫抢班夺权的一个时代 开创者 是 而且我觉得挺不容易的是说 姜维杰 我们知道他 好像91年吧 应该是这个 按照现在这个奇谈的划分来说 都算是一元老将了 是 但是他的等级分 还是挺高的 现在排在第七位 就一直是 基本上保持在前十的这样一个状态 挺厉害 对很难得 接下来手脚 手脚 然后挂 对然后一起反挂 反挂 反挂的话 就是感觉一般 就是像AI的招法 就在白棋挂你脚的时候 现在脱线 还是比较常见的 一种下法 那么它就双飞燕 这个在我们以前来看的话 感觉上被双飞燕是有点不能接受的 就是以前我们学起的时候 但是现在的话 其实AI觉得 其实就找个地方靠压一下 对 然后黑器也没有什么不满意的 以前觉得双飞燕比这个 还不如让它直接站脚 是吧 对 就感觉双飞燕的价值 好像比站脚还要大的感觉 对 现在其实就是和挂脚啊 手脚其实也价值是相当的 对 几乎没有什么任何的区别 然后就挂脚其实是完全可以脱线 但是就是说 它也不是没事就没事干 它脱线一个 就比如说它现在有挂脚 它挂了脚 那么如果说它别的 没有什么特别要走的话 那其实在局部应 也不是说不能下了 这都是其实都是可以考虑的 对 就是把双飞燕看作和手脚挂脚 大致相等的一个 差不多 叫那个大厂 然后双飞燕的话 靠压哪边还是有一定的一个讲究 基本上来说 靠压那个第一前提啊 就是说你靠压的那一方 你挣脂有力 那么就像实战一样 就是说那个下成这样 对 就是像这种有时候两边靠 有点分不清楚 不知道该靠哪一边 其实有的时候 其实有时候分不清楚 那么现在 因为现在我们要看 首先看这个 这个变化 对 这个针子 首先要看这个针子 一般 针子有力 黑旗靠这一方 然后当白旗脱的时候 黑旗断 针掉 那么作为黑方来说 就是正常来说 下成这样 白旗斑 那么黑旗拔掉 形成这个图 这个图的话呢 其实在刚开始 我见到的时候 哇 我觉得这黑的不是旗 这啥意思 这个旗落后手 然后白旗这么大一个角 但后来就是 当时看的时候 就AI给的胜率 这个提的这一方 还蛮高的 然后我就不理解 我就 然后我就早 总下 我就总下 去体会 去体会 但体会到最后 发现其实人这个 还非常厚的 尤其是将来呢 这里面还是有一些 一些手段 比如说这种断 对是有借用在里边 断的话 正常来说 白旗如果不想 就是有什么风险 一般是打这个 然后可以接住 白的打 然后黑的立 白的爬 那么黑的这里 可以先扳一下 比较舒服 然后挡住 好 黑的打吃 就是黑旗将来定型 可以定型成这样 其实定型成这样以后 那从 不管是从 实际的情况 还有这个 视觉效果来说 其实白旗的脚 就没有那么大的 尤其是将来 比如说黑旗虎完以后 这将来还有拐持 拐持了之后 还可以扳着收关 这起就 反正 可能 白旗 就回去的话 其实目数没有那么多 对没想象度那么多 没有想象那么多 就所以说呢 当看到这个 这个棋的时候呢 觉得哇 这个黑的不太行 这么慢 后来其实 下一下体会以后呢 发现 好像还是可以的 对 其实我觉得 大多数棋手 还是比较偏爱实地的 对 就一开局啊 一个定式啊 如果对方 这个实地 抢的比较多 其实 就心理 心理上是比较 稍微一点抗拒的 是 但是就是要 其实我觉得 去实战解决 对 就是说 当开始 走到这的时候 我其实是 不明显米AI的 就是我觉得 他虽然说 这外面这个 还可以 但是我就不太信 那么我就老下 下了 在下棋的过程中呢 去体会一下 他的这个意思 慢慢就接受了 慢慢其实就接受了 对 所以说大家去下棋的时候 也可以多去 自己去体会一下 对 要多去体验 对 然后就这样的话 自己的心得才会有 是的 那么就是说 现在黑体 靠压的那一方呢 只要靠到这个 争子有力的这边 下成这样呢 不会 如果不是配合 特别特别差的话 一般来说都还可以 就这个配合 其实黑体就还是不错的 那就肯定是 还是很好的一个配合 很好的 很好的一个配合了 就是如果配合 只要还可以的话 这样下应该 没什么太大的毛病 那么如果两个争子 就是都比例 都争不掉它的话 就当然说 你靠这边呢 说那我不拖 你不就完了吗 但你不拖 比如说你尝一个 那黑体挡住 就这个局部来说 如果白体不拖 长一个 那么作战的话 黑体是有力的 就是只要你不能拖进去 对 那么黑体就 它这个局部作战 它是有力的 就是电脑认为呢 这黑体这四个字 你也是四个字 那么从局部来说 它认为黑体这四个病 这四个好 所以说当它一拖 现在如果下成这样的话 如果黑体好 那其实黑体已经 对 有所得了 子校分析上来说 已经得了 对 所以说一般来说 只要白体不拖 那么局部来说 这样下成这样 黑体应该还是可以的 是的 那所以说 当争子有力的时候 靠争子有力的那一边 那如果说争子不力的话 比如说这个字 现在争不掉 如果现在比如说 这个体 白体这个字在这 等于相当于 这个在腥味 你就争不掉了 对吧 那争不掉的话 你现在黑体可能 就不能靠这边了 那么黑体可能 应该就得靠这边了 换一边 对 它可能就要靠这边了 就下成这样 可能就可以下这个 然后也可以下这个 这是两个选择 那么为什么呢 其实就很简单 就是如果你靠这边 白体下后了 那么你这边的发展 就没有了 黑体 对吧 那现在其实你靠这边的话 你把你的重心 放到这边 将来这个地方 将来黑体可以飞压 压两下之后 白体治理的发展 其实并不是很好 那么现在靠这边 就会比靠这边要好 对 其实这里面是有一个 比较完整的逻辑在里面的 是 其实是有的 刚一听好像有一点 有点复杂 其实您稍微是琢磨琢磨 这个背后的这个逻辑 其实是能够理解的 应该是能 对 就是说一般来说叫什么 叫压强不压弱 这是我们以前学的一个人 那现在稍微有点改动 稍微有点出入 但是大致意思还是一样 还是一样的 就先看争子 对 先看争子 争子不力的情况下 就是叫不要把对方压在自己强的一方面 对 差不多吧 就是还得大家自己体会一下 还得自己体会 对 这个有点像这个被概念 被定义是不是 实战的话呢 他还是选择这个 那么他因为现在争子有力 对 对 争子有力的话 这个变化就相对简单一点 减明 要把这个子蒸掉 来的斑 当然就是作为白方来说 也不是说他就不能下了 其实实地还是比较可观的 就是 虽然我知道这样下的话 黑线还可以 但是经常我也这样下白气 因为毕竟还是喜欢实地 因为这个变化 其实对双方来说都减明 对 是吧 比较好掌握 嗯 接下来 呃 黑旗没有提 这个是 三三 对对 没有提 他是先飞压 比较积极 对 就是现在的话 因为是这样 一般来说 本首是提掉 那么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在这边 动手的话 别人的引针会非常严厉 对 你不能 不会便宜 就这首提 你觉得 那我先脱先 我是不是便宜了呀 就是你是不可能便宜的 就是你要脱先 我就算引个针 然后你还得回去 然后你再被我一挡 这里你肯定不便宜 就是说 这个完全撑一手 是没有必要的 对 是没有什么必要的 所以这个提 正常来一手棋 还是非常大 而尤其是你主要不提呢 白棋是 其实它是 有可能从这打出来的 你得提 它其实这部棋 是非常大的一手棋 就在正常的情况下来说 这打得长出来 会比正常的一个大厂要大 比如说你拆个边 那么我打得长出来 黑棋其实是明显亏损的 是的 是亏损的 因为这两手棋 等于白棋下了一个飞刀 等于你提完之后 白棋这两手棋 这太厉害了 因为走完这里后 实地就完全非常的牢靠了 就这段呀什么 也已经不可能存在了 就这部棋 一般的大厂都要大 不过现在是因为 首先没有一个特别严厉的引证 还有就是黑棋现在 潘卫星说我飞压 如果你打得长出来 那么我这个挡 那我肯定比你这个还是要好一点 对 所以说他先飞压你 白棋爬 爬了两个手之后 现在白棋是拖先了 其实他再爬的时候 确实是有一点 要做拖先的准备 对对 正常来说是的 现在的话一般一般是飞或者跳 如果局不硬的话 当然再爬一手 他再走就肯定不肯了 他应该是想拖先的意思 他是现在就抢了刚才 浩阳说的这个打了长 对 这一招是绝对是有一手棋价值的 这手棋是非常大的一手棋 白棋是大卫星 白棋是他 那就是说黑棋这个 江维杰先拖先了 现成这样的局面 确实 就是其实 我还 其实刚才我有一点奇怪 就是我自己说的时候 确实有一点奇怪 因为我觉得 这白棋比较符合 陶伟星的棋步 然后黑棋比较符合江维杰 怎么说 比较 就江维杰他棋本来就下的特别厚 就是他力量特别大 然后就喜欢下的比较厚 然后就是容易发力 就是这个也是江维杰的一个风格 那陶伟星的话 他就是一般来说 他是没有不讲任何道理的牢控 就是你会让你捞到你头皮发麻 然后呢 他关键是你后视 他还要跟你讲 就属于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当时说的 确实是白棋 他维杰伟星 那就没错了 他打了场出来 白棋能选择爬了拖先呢 也是因为这个地方 有一个比较硬的一个头 黑棋在上面发展的话呢 不会有特别大的发展 对如果你现在拐下来 黑棋拐下来 白棋就硬一个 飞一个或者跳一个 飞一个 这条边我们看到这个头 还是非常有价值的 最多黑棋也就是拆个四 其实拆四的话 那么其实这里的宽窄 其实白棋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当这个爬肯定是跟配合有关系 肯定是有配合有关系 如果没事干 你就爬一个外面特别大的话 肯定是不太好的一个选择 被黑棋拐下去还是非常难受的 好 这盘棋看起来白棋抢控也是 抢得很积极 坚冲 坚冲 确实坚冲我也是很久没有见到的 对不起 好 白棋爬 其实正常来说的话 那个当白棋走三三的时候 黑棋坚冲很少见 就现在很少见 对 就相当于 星位点三三脱先了 我点三三那你脱先了 对 现在其实是很少见 不过现在由于黑棋 它所有的棋子的配置都是在外边 对 所以说它通过坚冲呢 可能发展外边 也是一个正常的一个选择 你看这个 这排棋的格局啊 很有可能就形成一个实地对模样的 是吧 没错 这样一个对抗 是加吧 加的 现在的局面的话 现在的就是棋啊 像这种袜粘已经非常非常少见了 还是因为AI的给的一个理念吧 就是觉得袜粘的这种器就跟别人这种外面飞一个交换 现在觉得效率上是有点不能接受 有点慢 有点慢 对 最常见的可能就是比如说什么 无油脚被尖冲 然后它贴了袜粘 或者是这种腥味小飞 然后被尖冲 这种贴了袜粘 其实以前是经常很多人都这样下的 这种袜粘现在来说已经很少见了 只要是尖冲这种袜粘就比较少见了 比较少见了 对 一般来说大家下的时候还是要注意 确实袜粘明显 一开始会感觉到 我袜粘一下是不是这个脚上目数会很厚 但是突然发现其实你不袜粘 其实也挺厚的 明显是一个重复的一个过程 然后还得走出来 现在一般来说我们常见的 当别人尖冲的时候就是直接脱鞋 直接脱鞋了 对最常见的是这个 所以它是因为觉得不论是爬还是贴都会比较重复 我又讲这个也是 为什么现在下我就有少了 就是爬被尖冲 现在它贴然后就不好下 它就比较重复 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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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怎么下可能都觉得效率有点慢 所以这个尖冲 现在大家下的时候还是要注意 但有的时候也是可以挖的 有的时候就是你挖张往里跳出来 特别舒服 对 就你判断好了也是可以走 也是根据场合是吧 对 现在的目前的场合 现在不太好 好像挖针是有点慢啊 对 它是选择架 嗯 这时候 它就拆过来 嗯 挖针的话什么时候 比如说它这边就马上眼见它要成空 成实地了 你挖针完了跳出来 把它这个破了 就是限制住它 你就能接受 对 这个还是也是得希望大家自己去 也得去琢磨去 对 去体会 拆边 拆边 它也拆了一手 然后白旗 黑旗继续飞压 这个旗的确是 他们双方都比较喜欢的局面 都很喜欢 这个黑旗显然是在扩张它的这个模样 对 对 非常的明显 然后现在拆过来 拆过来 就继续捞冰 这里不用走了吗 这地方的话 其实对于白旗来说 它也看得比较轻 比如说 对你呢 你要冲 冲我就挖 我感觉它就是另一组 然后你大概吃掉我的话 我就飞出来 飞出来 就这样的话 其实作为白旗来说 它认为 它并不害怕 首先你走飞出来的话 你这个旗的位置 黑旗这个旗的位置 就显得比较尴尬一点 然后局部来说的话 其实也不是完全不能接受 白旗相当于这个样子 这样的话呢 其实应该算是一个 就挡下来肯定是个定式嘛 这是一个靠 然后拖进去一个定式 然后等于它现在交换 交换了一手 这样等于在这走了一手旗 那这手亏一些 然后飞出来 就黑旗这一手旗走成这样 肯定还是可以的 但是呢 白旗能飞出来 白旗它也觉得 我觉得也能接受 然后你这步旗又 你这步旗的话 位置又不是很好 所以我觉得 它不走也是有原因的 就是它觉得走的话 主要不好走 因为它这种 如果想贴呢 就是被黑旗这种跟着长 如果再贴呢 就是黑的再长 你这样的话 你真的不能无视黑旗 这外面的这个发展 而且这个还不能被它随时挡下来 没错 你可能 挡下来有点先手 对 你可能还得硬 还得硬 就是说黑旗这样的话 外面实在是太大了 不能过于过于的这个 这样的自己 要保持一个平衡 对对对 这个捞空可能捞得过猛了 捞得过凶了 对 它是刚才拆 黑旗上面拐一下 白旗跳 白旗跳和飞的区别 就是跳肯定是后手了 如果飞的话呢 可以挣个先手 就比如说 这边都没子的时候 你飞 如果黑旗挡 你拆个边 可以限制住黑旗 那么你跳的话 就该黑旗拆了 这是这个两个的区别 局部的话 肯定跳一个 实地会好一些 现在因为它跳的话 黑旗也没得拆 那么它现在 肯定还是应该跳了 党的话 毕竟还是损这边 你拆过来 这也是大厂 现在白旗直接打入 直接打到这里来 这个会不会深不深呢 这唐伟欣 明显就是唐伟欣 它会捞得让你头皮发麻 就是那种 到底其实好不好 也不好说 它其实就是这个样子 你看现在从全局来看 确实是没有明显的一个好点 是吧 大厂 脚外边没有明显的 或者拆啊 什么的 没有 然后这个脚 如果要走的话 刚才我们说 这么贴的话 也不肯 也不肯 也不太肯 对 你要冲断的话 可以再长一个 因为这里有粘的 蒸紫的关系 白旗只能继续压 这样的话 作战肯定 就是如果要冲断 应该是不太成立 因为你现在不能尝这个 这个作战可能就没有意义了 你尝被我一粘 这边就争死了 要争死了 对 那么你要想防住两半 只能推着我走 要不你走这个 这个没有争死了 你推着我走的话 那么我们尝出去 这样白旗 其实明显是不成立 因为你这里好像还是嵌着 对 嵌着一首棋 对 所以在这个地方下的话 应该是不好下 其实如果你算你吃我一个 我就要吃 你提我立起来 这样的交换 其实也是明显在保护机下后 所以说这个局部 应该是不能动 那么现在不能动 上面其实也没什么好下的 然后这边也都安定 那么就是现在肯定 确实在这一带下棋 肯定是一个方向 其实我感觉靠一个 没有可能 对 就是这个方向 大致方向是下边 但是上面浅销呢 还是打入还是怎么走 这个时候就是要做选择 就我觉得这就是 完全可能就取决于 其风格问题 对 我觉得我的话 我觉得我可能就这种 比如说上面靠一靠 就行销一下 把黑旗这个潜力破一破 这种可能是正常的一种思路 就是正常的分寸 对 就是均衡的其风 比较适中 对 像这样打进去 它就是会让你捞得你非常难受 对 但是如果你黑旗硬不好的话 可能一下子实地上面就被白旗占便宜 没错 就我的想法是特别简单 比如说像什么 这种脚上先靠断两下 然后这地方靠一靠 把它大概的小一下 加修一下 对不要让它效率过高 那么还是我觉得是可以考虑 给黑旗一定的实力 对对对 那么汤伟欣说这个 这个就要 它是要打破这种均衡的 没错 你想多了 他说你不会给你的 什么都不给 那么黑旗呢 也暂时没有从这边动手 它先从这里冲下来 还是刚才说的这个冲 因为不冲的话 黑旗确实在局部 也没有什么可以走 这里刚才我们摆的是 吃这个啊 江辉杰是小尖 小尖的话 可能效率会好一点 更好 如果他期待你这么打 对对对 期待你这么打 吃我在沾上 那你 这两下交换 这个交换总是黑旗便宜的 总是黑旗便宜的 所以白旗呢 也不肯 也不肯做这个交换 它是尖出来 对 其实就是 这就是糖尾性能器 它就是 你不是厚吗 我就是用我的薄旗 跟你厚的作战 你也不见得战得过我 这是他的气 像我的话 要加这个白旗 我也有可能 我就打了 我觉得 其实 你觉得 让你便宜一点 算了 让你便宜一点 我觉得也没事 我就是大的方向 我也没错就好 其实我觉得这样也 就不想去纠缠 对 就是我不是也 我是觉得有点过分 就是感觉不太讲道理 你说这个肩有点过分 是吧 对 我感觉 但是就是 我也判断不是特别清楚 就是他呢 就是说白旗 唐伟星 他的旗 还是下的比较的 撑一点 是不是 对 你看这个其实尖出来 对 要跟你作战 没错 看看黑旗 有什么好办 这黑旗肯定要虎进去 对 这个是 这波虎太舒服了 眼见的一个好点 你没有打他就虎 白旗 这里带 这旗白旗 现在得多管一下了 你要是现在再飞的话 这边一搬太难受了 搬的话 如果你挡 那么我再冲 这里不是先冲 先冲 如果再搬 他黑旗可能会跳 这有一个差别 就是我如果先搬 你如果跳的话 这里 我不冲了 我就不冲了 这里有这种将来的下方 好啊 这个很细腻啊 对 先搬了再冲 然后打吃 打掉 对 然后我可以虎在这 主要是一个关键 就是我这样的话 我局部已经活了 你这边挡都是后手 这样的话 你这边 这个悉情也不怎么样 然后这边将来 我走一走 你两个也要死 对 这时候就看出来 这个字太过分了 对 如果说我这都活了的话 你这个字肯定就没有什么太大架势 对 所以说他这个旗不能飞 现在被搬的话 习情是有问题 他真的像 然后现在得多拐一下 再飞 再飞 黑旗的话 可以打入吧 我感觉 打入或者飞一个 它是小尖 黑旗选择的是尖在这 它就是更狠 就是说你出不去了 这里 这两个 你如果是 我看这里 你如果爬 它就搬住你 它搬住 对 就把这里搬住 你要搬 我就尝 这个白旗肯定不成 这个有点过分了 这个旗 你要是这样爬过去 那我外边这个就太大了 哪怕把我这吃了 也没关系 对 那也没关系 所以这个爬 应该是过分了 它现在是下在哪了 挡 挡住 挡住 被它贴 局部的话 黑旗确实白旗死掉了 局部 它如果要拐的话 就搬住 对 气是不够的 因为其实很明显 你打一下我四口气 三口气 对 这个笔气是啥不够 你还不能从这加出去 我如果加呢 加我就 我就算接上 然后就往前一处就行了 我只要脚上还是活的 黑旗 这个 这样白旗肯定 可以往前冲 这肯定不成 你这个挡不住 还能退 再冲 还是可能这样退 还可能 还带退 对 你可能另外打掉这一下 要不然我打过就了一会儿 从后面就连上了 你这打掉以后 以后我还是活的 这边都被我处不去了 你这里活是说 搬一个 大街 我头先走 怎么都活的 都是活气 所以这个刨好像有点过分 跑不了了 跑不了了 我觉得白旗还是有点过分的 其实这个旗 我感觉这个尖出来 其实没什么道理 搬 嗯 贴住 哎 他这里不敢再 不能再搬一下是吧 搬一下就大头鬼了 就要吃大头鬼了 如果搬 这时候要小心 嗯 一打 一搬 嗯 这是传说中 致命的大头鬼 经典手筋 嗯 贴得吃 嗯 这样 再铺 这样的话 看着黑漆气很长 但是被白漆一下完了 通过漆子以后 现在就只有三口气了 对 这个不行 这个是中气了 对 所以搬的时候不能 搬的时候加 叫黑漆过鲜了 嗯 搬 黑漆加 嗯 它是打吃 对 打吃这个 其实下成这样的话 我们总体的 嗯 就是还原一下 历史重现一下 嗯 如果你说当初我就算打吃了 飞出来 也是后手 嗯 现在我打成这样 它我已经实际上选了这样 嗯 白漆也是后手 嗯 那么白漆的实地 去的确比刚才是要多一点 多一些 啊 但是也不会多很多 大概多 两三木切 也就这样了 就是这点 这代怎么算 这代就是反正大家一人一半呗 嗯 就一人一半 白漆 白漆要走是提一个是吧 对 提一个就能把这吃掉 黑漆走的话 哦 还没有一人 我打他 还想要能打回来 我还能打回来 他只能吃这个 我吃这个 吃这个 你吃这个 你还能搬回来 也不都算一人一半 那白漆这里木刷还是多一点 还是多一点 还是多一点 嗯 这里黑漆要下只能吃这个 对 吃这个比较好 对 吃这个 差不多 吃这个吧 吃的话 白漆 白漆搬到也不见得 搬的话黑的提了 沾上先手 白的还得沾一个 可能还有提一个 这个地方倒也 差 其实也好像也差不多 我提的话 我六七亩 你提的话 一二 你八木七 白漆大概稍微多一点点 多半木七 嗯 那么这里的话 一二三 四五 六七八九 十四 十四 大概十四木七的样子 如果直接打了 飞出来的话 二四六八 十木七 大概多了四木七的样子 你这不还是搬 还是搬过来打 你这样的话 白漆外边 不一定便宜 白漆外 黑漆的外边会不会 搬过来的话 就是我接上 就是将来 我现在不接嘛 将来接的话 你得打完了 你得接上 接上 对 你自己先少了三木七 然后你就破了 我这个六木七 其实木数的话 和提比较 就等于 逆手三木 有差一个先后手 是吗 对 你本来提先手 其实就是你 你走了后手 你就多了三木七 就逆手三木 也不仅 但是你的眼位 稍微没有刚才提过来好 那肯定 那肯定是 但是这个地方 肯定就是观子了 现在大家肯定都不会下 就木数的话 大概白漆比刚才 直接打了飞 我感觉就多了 四五木七 四五木七的样子 但是这里被黑漆 竖了一排 这边的话 其实它拐的飞和单飞 我觉得差不多 感觉上被黑漆吓得太厚了 不能便宜 我这些白漆 虽然白漆目数增加了 刚才算下来四五木左右 但是黑漆外面显然是 多了一排子 对 要厚一些 厚实一些 我感觉上白漆应该是亏了 那这里呢 现在黑漆也不用再硬了 因为这可能是一个 一个大关子 他现在是从这里来进攻 点 这里也是因为他这里太厚了 他这随便发力 要来追究一下 江维杰的棋风也是 显然是个力量派的 对 战斗性的 这一盘棋的格局 就他们两个是最喜欢的 谁也都很喜欢 比较针锋相对 然后搬 白漆是加的 这里确实是黑漆一发力 白漆好像也是 比较头疼 比较头疼 其实他们两个确实挺有意思 就是这样证明 就是他俩 两位棋手 还是特别自信的 就是说明显知道对方 想下什么 然后自己还是 按自己的风格来 还是让你舒服 让我下的话 我肯定如果 比如说江维杰 他比较喜欢作战 然后利用后视发力 我肯定会把棋局下的 稍微简单一些 如果套伟心下的话 可能就是 我可能 是不是更会注重实地一下 就是其实是避开 就是对手擅长的局面 没错 是吧 但他们两位好像 并不是说刻意的 去闪躲 没有 他们没有闪躲 他们只是 迎划而上 对 我们就正 来吧 来吧 正面作战 没错 他现在白棋只能度过 然后现在他是 我看看他是断哪个 断在外边 断在外边 这边就实际上 是你断哪边 他有吃哪边 是不是 正常来说是这样 如果他实际上是断这里 如果断这边呢 他应该也是吃在这边了 对 如果是断这边 他就提了 他是长还是断 断的话就失去意义了 肯定得长 长的话 白棋 白棋怎么走 白棋是不是能够飞一个 飞一个 这样的话有可能 就是黑棋会有点不肯 就飞的话 这个肯定不能被冲死 那么他肯定得贴 贴的话呢 再飞一个 飞这个时候 好行 你这个不能 不敢走 靠被我挖 打成包子 我虽然蒸不掉你 但是我外面加一low圈 你肯定不行 你看只有断 然后呢 我重断 你可以冲掉我一下 你看 可以冲掉一下 然后白的就 我就把这个接住 感觉这样 黑棋 有点重复 吃的有点小 吃的有点小 黑白棋把这个头出来 这样火了 好像黑棋不是很满意 所以他没有断 它是断在这边 对 它断在这边 然后它吃那两个 吃那两个的话呢 它对你这块棋 虽然你提了一个 但是它觉得 还是可以 对你保持一定的攻势 只有一只眼 只有一只眼 吃了 现在吃的话 他觉得就是把自己下厚 下厚了以后 对你将来继续展开一定的攻势 对 白棋 这边 拆 这个位置也是比较 现在你看这个 这个很早之前 它打入啊 一直就留在这里 两个人都没有 都被动手 因为黑棋要动的话 它也动不了 所以它就是 如果你这样的话 它人还有脱过 你动的话 它可能就帮它做活了 那么白棋呢 觉得我动也没有什么意义 你反正也攻不到我 我就拖先放在这 现在继续对这块棋 保持攻势 白棋 这里拐是拐不出来的 肯定是要弃子 对 就是它这样子滚打 滚打包周 对 这样子滚打一圈 对 弃子整形 然后再搬 黑棋只能敞 它这样的话 就是顺势就出头了 对 但作为黑棋来说呢 它就通过这 虽然你滚打很舒服 但是我其实也吃了不少木 然后继续的 继续来 继续施压 继续飞 它施压的过程中呢 其实黑棋 它隐约的 也是得到了不少的一个利益的 其实它飞过来 对这块棋 它其实是有照顾的 然后呢 它这样攻击 这个顶势先手 它这个地方隐约呢 也成了一些木属 那么通过你这个打 滚打包周呢 我其实也吃到了一些木属 它这黑棋的攻击 并不是很盲目 说我一定要杀 杀掉你 它只是说通过攻击获利 对攻击一定是要有一些目标的 不能就为了攻击而攻击 就是感觉好像走了几个先手 就叫攻击了 那可能没有什么成算 因为现在其实黑棋实地的话 没有想象中是差那么多 虽然感觉白棋一直在捞 白棋脱线 白棋这边拆 那唐伟星继续是捞空 对继续捞空 靠了长 白棋贴 干头 这个时候白棋 这里是 跳在这 退了 这个 跳在这 其实是有 其实是自补的这种感觉 是吧 那肯定是在 自己补枪 对 有所担心黑棋来强杀 因为这部棋的幕属的价值实在是 太小了 他担心强杀在哪呢黑棋 不知道 他担心 他不是黑棋肯定要杀 肯定是这 外边杀 上面冲了刺 对 这个刺好像只能粘 只能粘 然后他就是 他肯定担心就黑棋在这边杀 这一带杀你 然后这块棋就是这肯定你能做一只盐肯定没有问题 但就是这边又没有盐的问题 对 他觉得是不是捞够了呢 就我还觉得其实现在可以考虑再继续拖鞋 但是这部棋也是有一定的价值 因为刚才说黑棋这里其实顶先手 白棋这里其实不好出头 那么他这样的话 其实也有一定的目数 将来如果再跳一首的话就活了 举步的话就活了 这有一只眼 然后这有一只眼 这样的话呢 把黑棋的目数呢 也破掉了一些 对 关键是他活的过程中是破了你黑棋这个潜力 不过这部棋本身的确目数的话 他也有一点小 感觉求稳了 是不是觉得形势不错啊 现在形势是不是还早啊 就这部棋 现在会有形势不错的感觉吗 有可能吧 就是自己判断过完的时候 觉得自己实力比较多 对 他就觉得自己捞的还比较满意 是吧 对 我感觉这部棋 不像是我认识的他 好像有点收兵的意味是吧 对 好 现在煎 嗯 拜托 黑棋现在就是我肯定这个子我不能就这么简简单的吃掉你 我肯定是要通过 你大吃 就算你能活 我攻击你 然后通过攻击 继续缠绕 这个还要先尝到 尝 不尝 他觉得被扳下来有点大 是吧 他尝 他应该是留着冲断的可能 就是 他要唬起来 嗯 真的 当你打的时候 他现在马上就冲断了 对 就是他如果他觉得要先唬的话 再尝 有可能黑棋就接上了 就是 他就可能唬不到 就是如果说他先尝你接上 他可能就连斑 你估计得吃了 然后他就爬过了 这样 他就不唬一个和你打吃做交换 他先尝先考验一下你 那么你一挡的话 他在唬 唬了之后再冲断 他扳下来 扳的话就是要这个粘的先手 扳总不亏 扳木树是不亏的 这样的棋子是 没毛病 然后打 打出来 要贴一下吗 我看他没有贴 没有贴 单粘了 这方贴一下 贴一下的话白棋也只能长是吧 他是有所担心 他怕拐啊 有没有可能 就是刚才我们说这里 白棋是能不能过去 就这里其实还是留一个 白棋留一个后门 对 他是能过去的 能过去的话 他把这个断了 是不是黑棋 黑棋有点担心 有点担心自己死活问题 对 所以没有敢贴 他单粘的 然后 那么打结 这个棋确实就非常好看 双方在自己最擅长的地方 在 就两个人都特别喜欢 齐杰 点 你最先手 还是要硬 然后提过来 这个是一个顺手的杰材 就这个打的话呢 他也不觉得绝对是杰 但是因为白棋现在没有开上来 就他现在这个杰 就是说白棋 你说如果我是这样的 你那么你打实 肯定我就不硬 我就把削了 但是现在主要是 你打在这 我如果贸然去开杰 因为这三个子是吊着 那么你就全剧都是厚的了 对 我就没有结材了 所以呢 他也不能盲然的去打结 所以这个打现在就是 实际掌握的就非常好 提再提 好 我们现在跟他同步了 现在就是棋聚进行到这个提结 就像到这儿了 对 那也是 非常的谨慎 对 这盘棋两位 其实好像进程不是很快 那我们这比赛也是中午12点开赛的 每方两个小时 现在还不到四小时 应该至少有一方是没有多秒的 但向到这儿确实也是够谨慎的 这个比赛 看来大家对比赛现在还真的都非常重视 对 因为昨天是第一个比赛日 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 说这个大骑士赛 也是今年新推出来一个全新的赛事 因为现在好像是你看我们有这个也是头衔战嘛 但我们现在头衔战像 明神天元 还有今年有新的国手赛 是吧 包括什么唱棋杯 这种都是头衔战 这大骑士 大骑士 我还不是特别了解 你要不给我介绍介绍 给你介绍介绍 好 就是我只想问一下 我能参加吗 我不能参加 对 你还得加把劲 因为今年的这个规则是 一共是32位棋手 他是等级分前31名 加上一位这个外卡 是给了荣毅 因为荣毅是深圳队的队员 因为这个比赛是由深圳百安区主办的嘛 所以给了 这样呢 对 那他就是他以后也是都一样这样的规则 明年会不会这样 会不会扩大规模 就不清楚了 对 今年暂时是这样来实行的 那我还得 现在不行 他31 我现在41 那很介绍了 再讲个 再讲准分 讲个准分太难了 你要看看前面都是什么人 都是些什么虎狼 对 所以这个我们 因为中国游戏我们这个厚度真的是很厚啊 你像这个前32强 里面就已经世界冠军云集了 对啊 你对啊 你就说那我 对吧 但是也还是有希望的 加油 是30 32个 对 那不行 那还是下次 我弄个48 我觉得我还 也是有的嘛 48名也是有的吧 对对对 就是以前比赛 半比赛 田园我记得就前48吧 好像是 还是64 48 天然48 对 像11TV就64 主要是要看规模 就是因为它是 如果是很早预选 它是海选的话 那就是参算面会会更广 对吧 对对 希望明年 希望明年哈 对 这是有这个棋手的呼声 好 实战白棋尝这个了 就是 其实现在等于说这个节呢 白棋有点尴尬 就是说他这个节 他等于相当于一个两首节 就是他提完以后 还得再开才是大节 对 那么呢 他又不能这种 这种就是说 这种节才 不能找 因为你找完以后 你就没有机会再找了 就他你提节 其实黑棋 他比较轻松 他就是他比如说 我就顶一个这种 你可能你都不能不应 因为你开了节 你没节才 就你现在比较尴尬 现在主要是 对 所以说这个节 他不能找 那不能找的话呢 他就是实战 他就等于 他选择了一个退 退的话 其实本身不是一个节 因为退的话 我看实战黑棋 等于就他给你消掉了 消掉以后 你等于 你现在这个斑 和他这个冲 等于形成一个剑盒 他这是可以冲出来 他这样跳 可能你 他这个气比较紧 你可能冲断先手 就是外边 你知道什么弄一下 但可以拱出来 拱出来 你这杀气肯定不行 所以说你白棋走外边 那我底下就活了 对 就现在的话 就形成一个妥协了 就是像这样 这样就得重新判断形式了 现在的话 就白棋可能不薄了 就他全局 通过这个打结 这走一手 可能这将来 他就是先手嘛 如果能把这两个子 成功的切下的话 他不薄了 那这里被黑棋 把这个吃掉 黑棋实地 也是得到了不少 对 就形成一个实地 和这个后市的一个转换 对 现在白棋冲动 我感觉这棋 白棋还可以 王尔老师 不知道感觉对不对 就是我觉得 黑棋虽然吃掉了一些木树 但是我觉得 还是可以可控范围 白棋通过 就是这个找结 过程中 走了好多转 然后这边 其实也捞了一些 感觉上来说 白棋 我觉得是可以 对 现在其实还是要看 怎么来 发挥白棋的这个后卫 是吧 不行 这个判断不行 这个胜率上 好像黑棋 好像还是好一点点 但是其实这个胜率 差不多 就是参考 对 对 差不多 但是就是我感觉 从这个情况来说 我觉得白棋还可以 感觉市场伪心的起 其实重要的 有的时候不仅仅看胜率 你要看是不是 你自己擅长的风格 对吧 如果这个局面 你就很擅长 那么其实 不要去过度地关注 这个胜率 没错 没错 我其实从来不相信 这个胜率 你是从来不相信吗 从来不相信 就是就不太相信 我们不是说这个不能 不能不信 不能不信 但也不能全信 对 我是基本上不信 那你这个也有点绝对了 我是有点绝对 但就是我确实 一直都不怎么信 为什么呢 为什么不信呢 就是不信 就那么倔强 现在我们又是和他 一样的同步 现在断上来 现在黑棋在考虑 怎么处理 就很多时候不太理解 其实时候还是有点不太理解 对 其实如果完全真的能理解了 那就肯定就要信了 是 不过呢 对 我觉得浩阳出了个 我也理解 就是你真的 首先宁可不理 就宁可不信 也不要去盲目的 盲目的去相信 对吧 对 就是像你像这个 那后来我慢慢 我下完 我理解了 我觉得我就可以接受 那么如果我不理解的 我就看到了 我为什么要去接受呢 就至少 我自己不知道 就我觉得什么事情的话 其实 如果真的是你自己亲眼所见 或者自己真的能理解的话 那你能接受 那就没有见到 就刚靠别人说 为什么要去接受他 对 就是 一定要自己 说服自己 对 是吧 那我们现在 为白黑漆 想想办法 这个漆 冲断的话 因为刚才我们说 白漆这里先手 还是有的 这一带 因为只要把这个封锁住 就是黑漆 你像这种漆 肯定不行 硬来肯定不行 你就只能说是 白黑漆 可能会这样下 但这样下呢 也要小心 就是白的这样 通过这个敞过来以后 咱们说刚才这五个子 它这个飞呢 当初是要加强这五个的 但现在如果 为被冲断以后 这五个 它首先眼位 肯定是不足了 虽然拔了一朵花 但是也不要 就你这个时刻 保持警惕性 拔了一朵花 也不要把它当作 就是活旗 对对 这样被尝 主要它眼位不足 那么将来白漆 如果从这出来的话 黑漆可能不至于死 但是可能会比较残 上面那个死 可能肯定是没了 要被受攻 所以说它这样下 它有担心 因为将来如果 白漆有点这个的话 好像这就有可能 杀黑漆 就知道你这个 这个跳 我这个冲断完了 我这个打回去了 如果你走这 我退在这 就是说 你这个旗 你冲一下 我然后刚好有个虎口 对 刚好虎住了 这样也是黑漆要担心的地方 要担心的地方 当然黑漆现在 有一个好处 就是它这个顶式牵手 我这个顶式牵手 它有这个冲 但是这个顶 你得看你什么时候顶 那么如果我杀你的时候 你顶 你把我这断了也没用 现在 所以说黑漆现在 也不能 就得小心一点 就现在 我感觉现在黑漆 可能打还是要打的 我觉得 打这个应该还是要打的 打一下 完了之后 是不是要现在就顶 它这个顶 它会不会也有点舍不得 就是这个地方 对 这个就走不到了 但这个走到其实还好 因为黑漆这里还是比较厚 就这方也不要太纠结了 对 不要太纠结了 我觉得能顶还是要顶掉 或者打完之后 你不顶的话 可能自己再虎一个 将来保持这个顶 保持这个顶 这样别贴太多了 贴太多的话 对这有没有还是比较伤 这里虎过来 好像 这样的话 就安全了 看看它实战 还没有下 这段棋还是比较 进程相对慢一些 唐伟星和姜维杰 我看一下他们之前 这个交手成绩 还挺悬殊的 姜维杰 这个明显占优 明显占优 就是他俩这个 我觉得应该是 就是我不知道这个战绩 但是我感觉应该是他占优 是吗 你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印象 就是 不是他俩这个棋风 就是这样的 因为 唐伟星他经常就捞的 你让你头皮发麻 就是比如说 像我这样起手 跟唐伟星一下 就是他把空捞了 我也没戏 就是我也杀不了他 那姜维杰 他就能杀得了他 就你只要你捞的过分了 因为他经常会捞的过分 那过分了 就要被杀 就被惩罚 那如果 如果对手 他这个力量 力量不够 力量不够 是吧 对 就拿下了 关键 张维杰就喜欢这样的 你这不是刚好 来了正好 对路子了 对路子 所以说我感觉就是说 他俩的这个什么战绩 这点棋风 相克 有点这种感觉 对 你要说 要这么说的话 其实他们俩的对局 其实是挺好看的 那对 我估计他俩下棋 每次都这样 就是你下你的 我下我的 都咱俩最喜欢的 然后就硬章 拼一下 看是谁的 这个毛和盾的一个较量 对 这是决议给出来一个图 就是打了虎 也是打了虎 对 也是打了虎 其实就是有的时候 姜维杰的棋风 还是比较明显 对 相比杰 给我感觉就是 他的棋 当然力量大 是很明显的一个特点 而且他是那种 就是 就是胜负处 特别的 抓得特别的 特别的敏锐 但有的时候 也是这样的 就是有一点憨厚 有的时候会 你说力量大的人 是不是都有这种特点 有这种特点 有 就是他的弱点 可能就是说 其实是在 在攒劲 是吧 对 就是在等待那个发力的那一刻 你看他好像又起不起 看起来怎么 好像有一点慢 但实际上 他是在发力 你千万不要被他抓住 一旦被他这个 中箭 中箭 他一旦中箭 这个出窍了 那就很危险 没错 对手就比较危险 所以为什么我觉得 就下成这样 我还是比较看好白棋 就感觉 潘伟星还是比较聪明的 其实 他通过这种打劫棋子 然后其实还是 把大的方向 自己还是控制住了 没有说特别 就这里就不跟你 太纠缠了 就溜了 是吧 对溜了 还是比较狡猾的 这里看来 现在黑棋是在长考吗 长考 应该就是说 现在的确刚才说 黑棋要小心 就但这种 就是这种棋 说实话 就是让我下 我虎一个 我觉得就挺正 就我可能一会 就有种赏道 其实我觉得这可能 就第一感 因为我觉得被刺一下 可能会很危险 然后虎一个的话 既出头这个了 然后这边也防住了 对 然后但姜维杰 他可能不肯 他说这棋 你把我冲断了 你还冲断我 就是说 他肯定不肯这样走 所以他在考虑 这个 现在还在考虑当中 因为是这样子 浩雅 你看我们 今天的直播 是要讲两盘棋 是吧 这盘棋看起来 我们就算等下去 也不 应该等不出 他最后的一个结果 肯定下不完 对吧 一小时之内 应该下不完 所以要不然 可不可以 现在请你 给我们做一个 做一个形式判断 怎么有点为难 可以的 这个 我做一个形式判断 对 因为我们得给他 告一段落了 一会我们还有 大家特别关注的 一盘棋 柯杰 对吧 这个我们第一人的 一盘棋 我只能说 目前我个人 比较喜欢白棋 或者跟我们一个 你让我盘断一下的话 我该怎么盘断 有点为难你吗 这个棋 的确 我觉得 要不 把这个 电脑搬出来 判断 就是作为 作为人类来说的话 就这棋 大概只有一个感觉吧 就是 从目前 要不我们就 先点点 对 给我们一个 总结性发言吧 行 好 这里 我们说 这个基本上是 白棋的目数吧 然后 然后的话 就是 12 14 16 17 27 37 40 48 50 白棋的话 木数大概 50木 多一些 不到55木 黑棋的话 这里 10 大概 25 30 40 40 50 黑棋的话 木数大概 在50木 多一点 就 从木数的角度来说的话 盘面可能 白棋说不定 还要好一点 就如果说 这都不算死棋的话 就是这两个算活的 但是现在的话 因为是 黑棋 如果你白棋 你连这个 那么我这儿 我就多6木 那么你连这个呢 这4个 这两个子就被我吃了 可能被吃掉了 所以说现在 木数的话 应该是黑棋 还是要 旁边上 还是要多一些 大概多个 三四木的样子 对 那么厚薄来说的话 肯定当然是 黑棋稍微要厚一些 因为这些 这些木呢 肯定在点木的过程中 肯定都没有点 但是后续 它会有长木 对 它可能 收的时候呢 像这种地方 可能点木 不能黑棋 全点上 对 但你说白棋 能不能大飞呢 不好说 因为这地方 挡完以后 这地方 你还牵扯死活的问题 确实是不好判断 对 如果说 从木数的角度来说 白棋是 就是要好一点 那么从厚薄的 现在的对比来说 肯定是 黑棋要厚一点 所以这个棋 我感觉就真的是 差不多 就差不多吧 当然就如果这地方 处理到 正常的话 如果黑棋处理不好 我肯定支持白棋 这棋 对 这盘棋 目前这个 到这个段 120手 还是一个比较 胶着的状态 我觉得是差不多 就是我个人喜欢白棋 我只能这样说 好 因为今天这盘棋 它进程相对慢一些 我们就先不等了 现在刚才 浩言给我们做了一个 一个总结性发言 那我们稍作休息 过一会儿 我们去看 第一人柯杰 对吧 我们去看一下柯杰的对局 好的 那我们一会儿回来